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線期待黎明 有點慘 不是有點慘是非常慘 這邊有商人 我們來補一下身上的藥水好了 這裡是垃圾場 原來在垃圾場的後面 那時候我原本還想說要不要去探險 後來決定不用探險 因為我覺得之後一定會去 看能不能多收集一點藥草酸一點吧 透出了光 美美的 對面還有雷霆牙 別去惹他 他應該不至於看到我吧 光下走這條路還真的是很不錯 我 怎麼都沒有多一點的草啊 開始變藍色了 藍綠色 螢火嗎 這種地方居然也有螢火 說不定是那個神秘人附下的 欸? 喔你要往上喔 我已經有了 他在山上 不然 我已經沒有了 他現在是一個有時候 發生的 我已經有了 那我還沒有了 我已經有了 他已經有了 防守 希望不要是很奇怪就好 一般機器的話應該還行 這個真的好難爬喔 一失手就背去了 所有機器都能害了嗎 可以喔 已經可以害了還蠻久的 怎麼樣 能夠抓到他們當然是最好的辦法 追蹤者 追蹤者 不然我叫一隻追蹤者過來好了 叫不到 叫不到的話 要不然用烈化的方式 找不到他在哪 這樣我要怎麼烈化他 你覺得這樣不行 你覺得這樣不行 好 欸被看到 逆中失敗 原來這裡有草叢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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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失敗了 失敗了 不妙不妙 先撤退 撤退 走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嗯 換一下好了 沒有拿出來的神社工 其實可以跑到後面 我剛剛沒有看到那邊的草叢 回來才看到 我沒有辦法的話就 用遠距離偷襲的方式 我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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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可以把這個 我可以把這個 好 應該是可以冰起來殺 哎呀 快撞快撞 喔不 居然摔下來 炸彈 沒看到 沒死 那隻沒死 他應該是紅眼了 被他鎖掉 跑不见了 安靜奔跑學完直接可以衝後面裝 明星直接用空音報現行 上次因為聲音都沒有 我上次其實有時候 我還沒卡關之前 我會想要試我自己的辦法 所以 除非我卡關了 我們再一起想 我不太想要 就一下知道怎麼過 想到一般掉下去可以很牽鳥 我的風格就對了 已經三子人心了 打到一般掉下去就是 很普遍出現在我身上的事情 暴風雪越來越大 發現營火 上面嗎 空這樣大我這樣爬沒有問題 我居然曾經有看過 我居然曾經有看過 那個特技演員的 訓練影片 好像看起來超猛 光用手就可以這樣爬爬爬上去 只是看起來很累 沒有像亞蘿伊 這麼 輕鬆的彈彈彈彈彈彈上去 哇 哇 人在天上 忽略了 忽略了 啊 不是吧 這根塔片 哎呀 到處都是 我根本沒有 沒有攻擊的機會 很快 抓了一個 美食夥伴 哇 我的臨時夥伴背叛我了 再抓一個臨時夥伴 啊 啊 可不可以不要打這麼準 我又沒有拆武器的 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帶拆武器的 啊有有有 我有帶我有帶 我覺得壓力有下降 嗨嗨 吃泡麵看直播啦 上次你來的時候 沒有 沒有聲音 我沒有 不理你 差一隻就得看看好了 拿一隻隻就 fakt Nä え 他會怎麼去跟對方打 好像打不太起來了他們 青眼神大炮比較微 可以可以 這個方法很可以 雖然開場開得不怎麼樣 但是 最後安全度過了 我現在已經不是小婦婆了 我從窗戶變小婦婆 然後錢被我拜光 都拿去買火焰染料罐 現在 又要繼續拔草生活 好我們繼續向上爬 晚上了耶 不是這裡嗎 這裡 還好我們要很衝動的跳到對面去 啊我忘記一件事 我忘記點這個營火了 我覺得他 慘了不用回去啊 應該不用吧 應該不會死吧 相信自己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